我今天就是要搂着你 让村人那些王八蛋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女人还敢跟我睡觉 都说家花不如野花香 两人干这事虽然已经十几年了 但每次都能玩出新花样 谁让他们不是合法两口子呢 别看男人铁柱在外面风流倜傥 在家里可是大孝子一枚 因为母亲八十大瘦 怕命令妻子做满九九八十一道菜 媳妇小美脾气好 一口应远 好闺蜜阿花看不下去 特地来帮忙 单子西一瞧 这不正是开童那朵野花吗 原来当年铁柱和媳妇结婚没多久 就跟对方闺蜜看对了眼 一来二去两人边约定 只要在村口树上挂红绳 两人就会到窑洞相见 十几年过去了 妻子小美硬是没发现破绽 不过闺蜜阿花的丈夫倒是发现了不对劲 可惜她就是个趴耳朵 咬咬牙往肚子里咽 一辈子人人也就过去了 回到寿宴上 大孝子铁柱因为这些年卖部赚了不少钱 几乎把全村的人都给请来了 内排场风光得很 渐渐的 她便吸引了同行大漂亮的注意 为了也能赚些钱 她介绍了城里姑娘给铁柱认识 要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她当即将老乡好阿花抛至脑后 请人去吃饭K哥 一顿折腾下来 上千块就这么没了 铁柱心疼的回到家 拿起计算器 就开始噼里啪啦算账 妻子小美则在一旁说 这个月超支了二十块 听到妻子抠嗖的模样 想到漂亮的城里姑娘 铁柱怒骂 铁柱里穷命 眼不见我心不烦 可她却忘了 这个家之所以富起来 全靠文明精打细算的贤内柱 小美有些伤心 再加上女儿调侃自己不懂得打扮 她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便对境贴黄花 想改善下夫妻关系 而铁柱却直接说她 丑人都作怪 小美听到这话直接无嘴哭了 然而铁柱里都不理呼呼大睡 这么没良心的男人 小美忍了 等到半夜时分 她悄悄地趴在对方胸口 想要获得一些身心安慰 然而万万没想到 睡迷糊的铁柱 将妻子当成老乡号 说自己迟早要跟老婆离婚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小美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冷静下来 回想十几年来的婚姻生活 渐渐察觉到了端倪 为了弄清第三个人是谁 小美悄悄尾随丈夫去了集市 这对男女每次上课前 都会以村口红绳为暗号 十几年来没有意思破绽 可没想到败就败在了梦话上 妻子小美内叫一个恨 第二天便偷偷尾随丈夫 看看到底是谁破坏关系 果不其然 丈夫铁柱跟一个貌美的女人 走进了房间 两人有说有笑 趴在门外偷听的小美 都觉得脸红心跳 可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找错人了 铁柱和这个女人只是生意往来 真正有关系的 是自己玩了二十年的好闺蜜阿花 可她并不知情 愤怒的小美回到家 一时无法消化这件事 没想到回来的铁柱偏偏找事 让人给自己打洗脚水 看到媳妇不听话 她横眉竖眼 小美再也忍不住了 杯子一摔 刀子一掏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住家保姆呢 铁柱吓尿了 她夺下刀子 愤而离去 而小美也下定了决心 既然看清了对方的面目 那就没有必要一起过了 她二话不说 在院子里划了三八线 从此以后 您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岩关道 女儿想劝母亲 可听说这件事后 心里都在看笑话 而好闺蜜阿花不仅不心虚 在听说铁柱还有其他女人后 她的愤怒战受了心虚 当即找到铁柱问个明白 此时的铁柱 害怕村里人对自己指指点点 便大口一张 想要结束这段 持续了十几年的地下恋情 作为补偿 那就是上次卖给阿花的布 就不收钱了 听到这胡狼之词 阿花知道自己看错了 直接给了对方一巴掌 然后头也不会走了 无论这些人怎么折腾 唯一受伤害的 只有原配小美一人 她这人说到做到 不花铁柱的一分钱 于是每天下田干活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她便去了城里考察 还真的发现有好项目 渐渐的 她萌生了开工厂的念头 不得不说 女儿一旦把心思放在了事业上 那其他的事就不值一提了 她风风火火地干起来 好闺蜜阿花听说之后 也许是愧疚 竟主动把压箱底的积蓄 拿出来投资 小美很是感激 村中的妇女也起来支持 就这样 一个小规模的场子建立起来 刚开始虽然辛苦 但大家都很开心 与此同时 铁柱也放飞了自我 她早就看妻子不顺眼 这下更是找到了城里的姑娘 每天跑这跑那 穿着西装在村里溜达 可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她的丑事 背地里议论纷纷 铁柱感到赤裸裸的排斥和疏远 她心里开始焦躁不安起来 生意也黯淡无光 反观小美 工厂开得越来越有起色 这天她和闺蜜阿花去城里进货 结果远远看到了丈夫上次约会的同行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而阿花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她以帮好姐妹出气为由 上前教训对方 实际上 她是为自己出头 和铁柱在一起 见不得光的十几年 她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老婆 被蒙在鼓里的小美不知情 还十分感激仗义的闺蜜 眼看场子越做越起色 而铁柱却越活跃倒退 村里没人看得起她 越是烦躁的她 再次挂上红绳 想跟阿花重修就好 阿花真的来了 不过她是来断干净的 自从知道了对方 沾花惹草后 她也看清了铁柱的面目 直接一脚踹了她的命根子 然后跑回了家 当阿花看到自家 憨厚老实的丈夫后 突然觉得十分愧疚 于是将自己和铁柱的事 都一物一石告诉了对方 谁知丈夫一点也不吃惊 因为她早就知道了 只是因为害怕失去妻子 所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闻此 阿花更加愧疚了 贪坐在地泪流满面 她决定 先后要跟丈夫白手不相理 而被拒绝的铁柱 想到曾经的温柔都离自己远去 一下子病倒了 女儿于心不忍 便想劝母亲跟老爹和好 我那老婆不行 我迟早和她离婚 丈夫无比嫌弃糟况之妻 一眼看上了对方的好闺蜜 两人眉目传情后 便维持了十几年的地下关系 不过男人还不满足 手里有点小钱就开始 就这样 老婆反目 老婆闺蜜也单方面宣布分手 受到了打击的铁柱 直接病倒在了床上 此刻她才明白家庭的重要性 女儿不忍父母分开 故意端了饭给老爹说 是母亲做的 这波操作 更是让铁柱悔不当初 而另一边 听到丈夫病倒的小美 心里也百感焦急 女儿拼命拉着她前去看望病人 铁柱一看她老婆 并瞬间好了大半 祈求对方回家住 小美可不傻 回来继续做牛做马 你想得美 铁柱急了 于是刚一病好 就扑通跪在了妻子小美的面前 眼泪刷刷地往下掉 小美想到 丈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哭得那是一个气不成声 质问对方为啥这么没良心 铁柱解释了起来 说自己和街上卖货的女人 根本没关系 那一天一起进仓库 只是为了清点不匹 听到这种解释 小美还以为自己错怪了对方 谁这下一秒 铁柱就主动承认了 说你怪我是对的 虽然没和其他女人有过交集 但我和阿花已经是 十几年的地下党了 不过思前想后 自己最爱的还是老婆 啥玩意儿 听到这话小美惊了 她来不及思考 丈夫的虎狼之词 因为万万没想到 出墙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她瞬间一个头两个大 当即找了阿花询问清楚 毕竟爱情没了的时候 友情给了她莫大支柱 现如今啥都没了 阿花哭得梨花待遇 说无论怎么打她骂她 自己都不会还手 小美心如刀割 上去给了她耳巴子 转身就走了 阿花想去追 但她也明白 两人的情意也就到此为止了 回家之后 小美便一直忙着家务事 女儿则在一旁撮合二人 看着对方知错就改的样子 小美心软了 他们举行了复婚仪式 那一天全村的人都来了 大家拍手叫好 锣鼓悬天 而小美和铁柱 也宛如新婚夫妇一般 在大家的起哄下 小美从小柴房 再次搬回了大院 女儿高兴地带头起舞 小美心里无畏杂陈 她对丈夫还是有感情的 只不过一段时间后 阿花郁郁寡欢 坐在山头暗自错气 铁柱看到之后 下意识掏出手帕给对方擦泪 阿花没有理会 起身离开 而干活回来的小美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三人形成了奇特的三角关系 这部片子不得不说 十分奇特 刚开始看名字 觉得内容很精彩 不过看到一半的时候 觉得这有点女权 但真正看到了结尾 才发现这是一部女德片 任劳任怨一辈子的牛马小美 在得知丈夫被判十几年后 竟然选择了原谅 实在是倒胃口 而结尾画面更是讽刺 所谓狗改不了吃屎 大概就是这种意思 是